观众朋友大家好,我是全美电视主播小方,现在在洛杉矶为您报道。 近年来,美国华裔参政积极性增强,在社区的美国居民也热情支持华裔竞选。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,整个华人群体在美国受到主流社会更多的关注和重视。 美国华人参政也逐渐变得踊跃起来。 与老一辈相比,新一代华人经济条件、教育水平都有提高。 中产阶级参政意识逐渐增强。 新一代华人从事的工作多在一些高端领域,在主流社会里面的影响不断提升。 美国社区居民也积极地支持华裔人士竞选,社区助选活动纷纷开始。 最近起年,在华裔参政非常踊跃,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 为什么呢?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第一点,我们华人慢慢慢慢开始走入主流社会。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开始参与政治。 因为我是觉得政治和商业是不可以分开的。 你如果是要在商业上面能够有突破,一定要在这个政治上面有关系。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么多的华人出来愿意为社区服务, 为自己的华人增光荣,我是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。